便呈现锁链状 并且末端有分叉往上走 自我意志能力比较弱 容易感情冲动 而且有一些容易吸引异性的一些本能的魅力 对异性容易一见钟情 不计后果 在感情发展过程当中容易出现断档 可能未必会同自己第一个恋人成婚 或者是离婚也有吵架分居的危险 那么智慧线比较平比较直比较长 事业上是比较有创新能力的 而且能够小有成就 人也比较聪明 财运也是不错 但是要注意节约 我们看这个女生的面向格局还是比较开阔的 整体运势比较顺畅 不过眼神偏弱 两眼无神 自主的一个主见性不强 没有防人之心 加上这个眼角 这个内眼角这里比较尖 情感婚姻方面多有不顺 而且耳相也不好 耳小没有耳垂 有点鸡嘴耳 夫妻比较弱 个性上是有一点倔强和叛逆 并且有这种耳相的人 感情婚姻容易不顺 也容易得罪人 男生的话耳朵比较小 印堂凹陷 夫妻不大 并且事业运程也不是很好 额头的官路工 包括鼻梁都不是很挺 事业上是难有作为 另外他的山根处有凹陷 那么山根处啊 为夫妻座 就说山根如果是凹陷的话 再加上这个眉毛比较短的 眉长不过目 毕竟是容易影响到 自己的感情和婚姻 没关系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